终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临时协议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因为它代表着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国际社会再也无法通过公开的途径 来观测和跟踪伊朗的核研发的活动 那么这将会给伊朗核问题未来的走向 带来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甚至是带来一些冲突的风险 伊朗核问题当前的主要矛盾 其实就体现在一个方面 就是美国和伊朗在谁先做第一步的问题上 仍然是难以迈开 伊朗的诉求要求美国一次性的取消 2018年之后针对伊朗的所有的相关制裁 但是美国认为某一些制裁 并不是由伊朗核问题所衍生的 而是比如说针对比如说伊朗的领导人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朗一些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组织 所以说这些相关的制裁 可能并不应该被取消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诉求 就成了一个谁先走第一步的诉求 在双方都无法让步的背景下 未来可能很难以达成 在短期之内实现谈判突破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在今年的6月份 伊朗即将迎来总统大选 现在伊朗国内的总统候选人 已经进行了报名 在今年的8月份 伊朗的新的总统将会上台执政 在这种背景下 其实留给伊朗温和派政府 也就是现任政府哈桑鲁哈尼 所领导的温和派政府 以国际社会对话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国际社会需要抓紧时间 在这未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 关键时间内 争取在相关的谈判问题上 能够实现重大突破 帮助降解伊朗核问题 带来的地区紧张局势 帮助降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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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